我们来解析一下昨天这场激动人心的大战 毫无疑问,哥罗夫金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拥有众多的粉丝 所以在他40岁生日第二天的这场大战 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日本这位奥运会冠军村田良泰 是一位攻击力相当强大的汉将 所以大家对哥罗夫金的状态 尤其是体能还是非常的担心 而且事实上我们能看到 他的体能确实还是大不如前了 前两三个回合就显得有点勉强 尤其是相对于村田的强势 那么有全迷问了 这是不是哥罗夫金的策略 目的是消耗村田 我认为从战术上讲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 我们一些老的专业拳手都知道 按照专业标准赛前热身要做透 也就是要上几个强度 把心率刺激上来 把汗出透 以确保上场后能应付大强度的对抗 年轻选手一般都会按照这个专业标准来执行 而老选手由于体能储备是不足的 他们往往在这里会怠慢一些 把有限的体能保存下来 用在刀刃上 所以他们热身可能会简单一些 以比赛前两回合来作为一个热身 这么做的风险就是一旦对手前两回合发起猛烈的进攻 老选手们的呼吸和体能突然受到大强度的刺激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前两回合的休息时 我观察到格罗夫基金有可能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显得力不从心 气不够用的感觉 当然这只是猜测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 有人问村田的表现是不是太差了 战术不对 我认为不是 村田的表现很正常 这就是他该有的表现 因为战术的调整和选择的前提 是你有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支撑 很显然村田的打法非常单调 属于绝对的进攻型选手 他的技术不够全面 所以他在战术上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格罗夫基可以选择在前几回合 控制住距离 不跟他硬碰硬 甚至在村田强攻时 选择且退且打 移动作战 而村田在格罗夫基金发起反攻时 他做得到吗 他做不到 甚至他可能根本就没练过 且退且打这种技术 所以他除了选择硬扛住格罗夫基金的反攻 还能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作为教练经常谈到的 我们永远希望一个拳手 拥有最全面的技术运用水平 所以从训练角度 我们更推崇罗宾逊 伦纳德 阿里等等这些拳王 当然也包括格罗夫基 克劳夫德等等等等 可进可退 有勇气 有谋略 更要有全面的技术运用 来支持你在战术上有更多的选择 在需要做出调整时 能够迅速调整 所以这场比赛 格罗夫基赢在哪里 就赢在技术更全面这个地方 很多人说村田好像体力也不怎么样 嗯 这是个错觉 我们凡事不能只看表象 要看内在的具体成因 前面六七个回合里 体能和气势爆棚的村田 猛冲猛打 格罗夫基 无论是被动也好 策略性也罢 更多的选择了控制住局面 控制住距离 只在每回合开局打一波攻势 然后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化解村田的攻势方面 随机应变 这就让格罗夫基 很好的保存了体力和实力 在看村田 进攻时毫不吝啬自己的能力 在3G反击时 也不善于去化解对方的冲击 无论攻或防 村田都在用他的身体能力 在死磕 结果就是六回合后 他开始累了 而格罗夫基 保存了实力 所以我说 村田的体能没问题 远远比格罗夫基要好 但这不代表 他可以一直好到最后 这仍然是技术问题 然后我们再讲一个细节 前手权技术运用的水平 就不必讨论了 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点两人不在一个档次上 差距太大了 另外一点 村田的进攻线路过于单调 基本就是后直 左勾拳击负 偶尔变化一个后手上钩 或者打负 整场比赛就是这几拳 缺少变化和组合的丰富性 不仅是出拳线路的变化不足 节奏也很单一 基本上开局第一秒 直到最后结束比赛 整场一个节奏 缺乏节奏的变化 也缺少真假虚实的变化 反观格洛夫金 在标志性的刺拳控制的同时 后手拳结合 左勾拳的组合 变化多端 真假轻重快慢 上下内外线结合 组合调整 做得淋漓尽致 堪称教科书一般 虽然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 村田以不变应万变 以严谨的趋臂防守 从表面上抵御了 格洛夫金的各种丰富进攻手段 但我们从赛后的 慢镜头回放能看到 格洛夫金的很多出拳 实际上穿透了 村田的趋臂防守 只不过体能充沛 能力强大的村田 暂时没有被重创 但这些累积的击打 会不断的蚕食 他的体能和意志 而格洛夫金的组合进攻 赋予节奏 非常放松 因此实际上 消耗并不是很大 他能把更多的精力和体能 部署在抵御村田 强有力的强攻上 简单概括就是 严谨且专注的防守 放松且赋予变化的进攻 这就是格洛夫金 这场比赛战术运用的主体 这么做的结果是 村田在不断的过度消耗 而格洛夫金 在不断通过节奏和放松 来调整自己的体能 直到我们看到 年轻且强壮的村田 越来越累 而越来越熟悉和适应 村田的格洛夫金 却越来越轻松 好了 最后我们再来指出村田的一个细节技术缺陷 看现在 格洛夫金在连续进攻 村田比较被动 注意一直看下去 我们接着说一下该有的技术标准 当对手强势的把你压在围绳上连续进攻时 最基本的操作是你要用刺拳来干扰它 不断的干扰它 随时破坏它刚组织起来的进攻意图 村田怎么做的 二十多秒里居然只用力的打了两个左勾拳 由此可见 村田的技术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们讲个题外话 有人问村田技术不够好 怎么还拿了奥运会冠军 奥运会不都是摸点纯拼技术的吗 我只想说 你们对业余拳击的误解实在是太深 太可怕了 帕特森 弗雷泽 福尔曼 刘易斯 莫塞尔等等等等 这些奥运会冠军 难道都是你们嘴里摸点的技术高手吗 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一件事 业余拳击跟职业拳击 没有任何打法特点上的本质区别 仅仅因为比赛时间和规则细节上的差异 导致技术运用时有所侧终 这并不妨碍业余拳击有大量的重炮手 拼打高手甚至死磕形 就像职业拳击领域也有大量 纯靠技术取胜的大神一样 所以放下你的偏见 收起那些不靠谱的结论 多看多学习 最后我想说 格罗夫金是所有拳击手的榜样 拥有过人的勇气 王者的风范 谦谦的气质 还有可以让你取之不尽 用心学习的拳击技术